接下来我们做一点小练习 第一个 这个磁棒是在两个线圈中间 然后往右移动 然后呢就请问你 这两个减流剂是 偏向左偏向右 他问的是流入减流剂的方向 就是减流剂会偏的方向 由左边流进去 流向右边 他就会偏左 这样听懂意思吗 这样就偏左 这样听懂意思吗 OK 好 对不起他写 上面写 他答案是流向哪一边 这一看就知道答案不会C跟J 为什么 因为对左边的线圈S元 对不对 S元 右边要升什么 要升什么 N 然后对左边的 右边的话对左边 是S元 右边要升N 左边是S 然后对右边的是N靠近 所以右边要升N对不对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答案直接不会是 C跟J 那到底应该是A还是B 大约是B 大约是A还是B 你觉得你说B吗 很好 来根据冷次 左边的线圈是S元离 不让它走 所以右边要升N 左边要升S 怎么样才会右边升N 安培右手定值 定则大拇指朝右 这样子弄 所以电流这样子流 所以电流怎么样 由右边流向左边 由右流向左 OK吗 从左边流出去 OK 那右边那个呢 右边那个线圈是N靠近 所以呢 它的左边要升N挡住 想来要不让它来 那么大拇指就要朝左 就这样子握 所以以的这个减流器 是从左边流向右边 从左边流器流进来 减流器方向要偏左 然后它是从左流进来 然后从右边流出去 所以呢 甲是向左流 从右边流进来 流向左边 乙是向右流 从左边流进来 流向右边 然后减流器的平常方向正好反过来 一个是甲是偏右 乙是偏左 OK 看它问的问法不一样 答案不一样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了 就是A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刚刚讲过 那个简单判别法 就可以知道了 什么顺忠 逆时忠 N级跟S级就可以晓得了事情 好 我有一个线圈平放 然后把它插下去 你看到它是逆时钟 代表是你插入了这一边是什么级 你看到逆时钟 代表它升什么级 然后你是要插进去嘛 想来的不让它来 所以它是怎么会是哪一级 所以这用我们刚刚教过那个简单判别法就可以容易解决掉了 不用比来比去 答案当然有两个不可能的答案 有哪个两个是不可能的答案 正级跟负级嘛 铁定是N级或S级 那到底是哪一级 N级很好 我们跟你讲过 你看到是逆时钟 表示是N级嘛 你底下是生N嘛 那你是接近我 你是接近我 你要靠近我 想来的不让它来 我是要赶走你 对不对 所以我N是要赶走你的 请问N可以赶走谁啊 赶走N啊 同名级相智 义名级相惜嘛 所以我是要排斥你的 我是要赶走你的 所以我就是同名级相视 所以你靠近我的就是N级 所以我把你赶走 所以我就生N 可以吗 OK 这就是简单的冷视定律的练习 有问题了吗 没有